讲到代言人 手机游戏《王者荣耀》 在大陆官方用户 已经超过了两亿 成为全民话题 那么现在呢 还被搬到了线下 做成了综艺节目 找来林志玲 贾玲等大明星 担任游戏角色对抗演出 力求还原游戏场景的拍摄方式呢 让不少玩家感到很熟悉 也成为节目的忠实观众 再往左啊 妹妹 左 林志玲趴在地上匍匐前进 为了不要触碰雷射光机关 就连膝盖都只能微微弯曲 不管是挑战云霄飞车 自由落体还是摔角 女神为了玩游戏完全豁出去 我要缺购了 3个 11 2 3 结果 1 2 3 特别的是 这档最新的大陆综艺节目 是将手机游戏 王者荣耀打造成真人版本 不管是角色穿着 还是游戏场景跟玩法 都力求1比1还原 让原本的游戏玩家 看了更有感 王者荣耀在大陆官方登记用户人数超过2亿 相当于每7个大陆人 就有一个人是游戏玩家 看准了庞大的收视群 online手游 华丽转身 变成offline的综艺节目 事实上体验是娱乐 近年来在大陆 试向热门生意 拿过来搬起刀 够了 劲得大一点 民众实际走进盗墓电影 《寻龙爵》的场景 步步惊心 挺紧张刺激的 因为真是没想到场景还挺吓人的 而且互动特别好 场景比较互动嘛 然后那个互动的感觉 就跟真的一样 不管是手机游戏变成真人对抗 或是在密室游戏中 把电影故事再演一遍 IP跨界已是一股风潮 又为开发饱和的网路市场 带来相机